昨天的唐山打人事件 九个涉案的人员已经全部都落网了 果然不出我们所料 就从视频当中我们看到了 他们的手段如此难保 然后动作如此敏捷 他们绝对不是触犯 肯定是有过前科的 那么通过昨天很多网友 他们晒出来的猛料呢 就已经看到了 其中有五个人就是官方 那么三个人呢 他们曾经因为开始赌场罪 还有故意治人伤害罪 还有非法拘禁别人 这样的罪行坐过牢 动作办法现在是出狱了 其中有一个人是刚刚出狱一年多 那么另外两个人属于刑剧在头 那么另外四个人 我估计也不是啥好鸟 咱们老百姓一般的理解就是 人以群分为类聚吧 有个人当中的那个主犯 就是起初去骚扰那个姑娘 遭到反抗 然后他出身打人的那个 那个穿绿色的夹克的男人 他是唐山当地的一个水产养殖的 一个老板 可以说是在当地有权有势 是当地的一个低头蛇 翻看他的光辉历史呢 真的是劣迹斑斑 曾经是肇事逃逸 甚至是老赖 牵涉经济犯罪 还有故意打架 就是暴力打人事件 甚至说甚至非法拘禁过别人 可以说他是无视人伦底线 甚至是蔑视法律 在当地可以就是 七行八事的一个低头蛇 现在这个唐山打人事件 就是全网的老百姓他愤怒的点呀 已经不单纯是指说这几个暴徒 谁给他的底气 他行凶的手段如此残暴了 而是为什么这个事件 在当时凌晨两点多的时候 案发的时候 已经有好几个目击者 他报过案了 当时都是记录的 一般打人事件 直到这个事件 然后在网上开始慢慢的发酵 推上了全网的热搜 当地的警方才开始重视 然后开始去快速的去破案 追查这几个涉案人员 这个是让我越想越害怕的是什么 就这几个涉案人员 有五个不是都有前科吗 他们为什么如此胆大妄为 谁给他们的勇气 光天化日之下 去做这样的 为非作宰的事情呢 他们难道不知道 当众去侵犯女性 是属于违法的吗 可见他们在内心 他对法律 他直接是蔑视的态度 甚至是无视的一个态度 因为之前他们坐不牢 所以他们认为 坐牢已经成为家常便饭了 就这种心态 所以他不派吧 继续再去坐牢啊 可能对他们来说 坐牢就是一种简单的 换了一种方式去生活而已 这个是最让人可怕的 那我看着 有很多相关的律师 对这个案件进行解读嘛 说如果是按这个 故意侵害罪 那么可能恕无罪并法的时候 甚至是说 罪加一等 因为他们之前是属于惯犯嘛 罪加一等 最长有可能会判十年了 那么如果对他们来说 坐牢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去生活 根本没有起到一点点 惩戒和教育的意义 那么十年以后他们出来 是不是对这个社会 还会有很多隐患的这种危害呢 而且这几个事案人员 他们之前的前科就能看出来 他们都是 从这犯罪心理学上来说 他们本身都是属于变态 还有这种暴力倾向的 那几个人经常聚在一起 他们对这个社会的危害 那就会更大了 包括里边有两个 就是刑拘在逃的人 当地的治安部门 他们居然让这些人在一起 经常聚众在一起 今天以至于发生这么恶性的 这种治安事件 当地的治安部门 是不是存在这种实质的现象 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什么 就是唐山这个打人事件 还在舆论风口的时候呢 居然昨天的时候 又有一个唐山当地的 一个实体店的一个老板 是蛋糕店的一个老板 他实名举报 从去年好像是7月份开始吧 就被当地的一个 以刑满释放人员为首的 一个涉黑团伙 一直遭受他们的敲诈勒索 还有恐吓和威胁 他曾多次向当地的 公安机关去报案 都没有办法立案 我去看了他一个视频 我也听到了那几个 涉黑人员 他们的恐吓和威胁 我令我非常震惊的是 就这种的 已经很典型的 这种恐吓和威胁 甚至这些涉黑人员 都已经去他店里去打砸过 为什么这样的事件 居然在当地没有办法立案 有人说这个蛋糕店的老板 这波热度蹭得好啊 但是实际上呢 他不是故意的 要来蹭这个热点的 他是通过当地的 公安机关去报案 实在是投诉无门了 他们也一直在想办法 通过网络的力量 去给自己讨个公道 于今年4月19号的时候 在微博这个平台呢 他就实名举报过 但是当时发出来以后呢 并没有引起多大的波澜 而这个唐山打人事件 被推上舆论风口的时候 他这个事顺便给带出来了 令我特别难以理解的是什么 这么典型的恐吓威胁 甚至去他店里边去 寻衅滋事 闹过事 打砸过他的店铺的 为什么这种事 他就不能被立案呢 那我们当地的治安部门 到底什么样的案件 才能被立案 难道非得去弄出人命 这个事才能被引起重视吗 那我觉得哈 如果真的是如此的话哈 那当地就不需要 这些治安部门了 多几个火葬场就可以了 可乐存在的事 那么我就能把你存在 做这个事 然后我们需要